竹北市長政朝方跟代表會的主席林啟賢化身先發投手 象徵竹北市紓困金發放正式啟動 竹北市將採三階段發放紓困金 第一階段符合資格的民眾不用申請 最快3月15號就能收到 3月15號呢 我們中低收低收以及 我們66歲有在公所來申請我們健保補助的所有的長輩 預計有一萬三千人就會直接入帳 因為我們已經有您的賬戶了 我們的各位長輩各位弱勢的朋友呢 不用擔心不用操還 公所會直接把我們的6千塊 汇到你的賬戶裡頭 那您的賬戶呢 會顯示竹北紓困或者是竹北紓困金等字樣 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分別為 一化申請還有現金領取 一化的部分在3月18到25號線上申請 現金請領預計在4月8號到10號展開 第二階段呢是透過我們的一化的申請 是在3月18號早上9點 我們的6千.足北.gov.tw來進行申請 將填四項資料 減附兩項資料上傳 就可以輕鬆方便安全快速的 請領到我們的6千塊 那第三階段呢是我們的16個發放站 來做現金普發 將會在4月8號到4月10號 來為我們的市民朋友服務 竹北紓困金6千元率先全國發放 在代表會的支持下通過了編列12億7千萬經費 踩溫馨直送 一化申請現金領取三階段來發放 21萬的竹北市民最晚4月10號都可以完成勤力 記者萬事連新竹採訪報導